還有一個這個Morgan Stanley的一個最新報告 全球資金正在重返中國股市 撤出中國股票市場的行動 按下了暫停間 目前兩會我們看到最關注的還是經濟議題嘛 這委員怎麼看 有關於比利時這一家IMEC 比較特殊的 第一個I不是International 第一個I叫Inter-University 跨大學的 它是我學校的一個單位 對對對 那這個Micro Micro Electronics Center 這是微電子中心 它以前是很強 但現在已經不再強了 它以前是說最強的能夠攻佔到 10奈米的設計跟製造的製程設計 就叫製造的製程設計 現在10奈米已經蠻流行的 即使在中國大陸中心 國際也做了蠻好的 10奈米就不是問題 它這裡面其實就是這個中心很特殊 就是說各個工廠 比如台積電 裡面有優秀工程師來這邊進修 大家一起開研討會 發表工作研討論 那它裡面有一些基本的研究設備 那以現狀來講的話 要做這種半導體研究中心所投注的研究設備的成本都非常高 比利時這一家已經食不我餘了 那跟中國大陸的合作過去的確是跟中國大陸有幫助了 但是也不是都只跟中心或者華為合作 它跟台積電 Global Fundry 英飛零 英特爾 都有建立這種所謂教學合作關係 那不要把它說 轟偷的太了不起說 好像它跟中國不合作就怎麼樣 合作中國就一定有很大的成果 那個時代已經過了 超微AMD 現在在AI晶片市場上佔了將近20% 另外將近80%是由輝達所佔有的 NVIDIA所佔有的 那美國商務部對NVIDIA施加很多壓力 不准把AI晶片賣到中國大陸去 然後這個現在超微 因為雖然佔了市場比例比較低 那也面對這樣的壓力 其實這個在美國商務部是一貫的一個方向 竟然能賭 賭到哪裡 在一定的財務條件底下 把它賭得光光的 那這個其實替代性很高 中國的海獅 華為的海獅設計 能夠產生出來的AI晶片也慢慢的成熟 那這個可以延遲中國的AI晶片的發展 頂多三年 三年以後就能夠趕過去了 所以這個不必去太傷心了 至於摩根史丹利的報告說 全國資金要重返中國股市 已經有開始了 因為中國股市 它基本上是三個原因跌下來的 那三個原因就會慢慢消除 就會回去了 我跟大家解釋 全球的股市投資的哲學 都是一夜晴 沒有這種天長地久的 那其實想太多了 因為它不是直接投資 是間接投資 原因是第一個原因 美國利息拉太高 那我在中國大陸利息那麼低 我當然跑去美國要高利息 可是美國的高利率 現在眼看著直接要往下滑 不會往上漲了 大家看一看賺得差不多了 找有沒有更高獲利的地方 所以這個原因第一個 第二個原因中國的房地產的危機 看樣子中國處理的有個眉目 有個眉目的 那有個眉目的話 中國的股票市場的震盪 因為房地產危機已經跌到谷底了 其實這正常應該講 全世界說的房地產股票都很差 包括台灣的房地產股票都很差 那中國大陸尤其差 所以把整個拖累下來 你以為台灣的股票市場很好啊 就是一個台積電 因為佔台灣的股市三成以上 它只要漲個一趴 然後股市就上來了 你看看它已經七百塊了 它從三百多塊漲到七百塊 你看那個被蔡英文壓著說 要去印度投資的利基電 上市九十幾塊啊 現在二十幾塊啊 那你又聯電 沒沒收 這不是每一個台灣的半導體 行情都很好 那所以股市給我們一個幻覺 然後台灣的股市很好 就是台積電好啊 那所以大陸的情形是 普遍的房地產相關的行業都不好 那帶動了 像華為也沒有上市啊 也不可能去帶動股市啊 那比亞迪 占整個市場規模的比例 也還沒那麼重啊 所以對於大陸股市來講 它一路就下滑到底啊 也帶動了香港股市下滑 因為香港光大陸房地產公司 一大堆啊 什麼恆大啦 碧桂園啊 一大堆 那對股市有幾支標準的股票不好的話 唯一的做法就撤出嘛 所以撤出股市 撤得差不多也跌到股底了 就像那個日本股市啊 真的跌跌跌跌到的匯率到底了 股市到底了 所以為什麼去年我跟他講說 日本股市可以投資啊 好幾個主持人都有賺到日本股市的錢啊 記得要抖內啊 就這個道理吧 股市跌到股底 你再抓準那個股底 所以大陸股市可以投資 現在是股底啦 現在股底啦 因為碧桂園只要不會死的話 大陸股市就很快彈回來 那你怎麼看那今年大陸的經濟呢 大陸經濟我在去年就判斷說 應該是在4.9到5.4中間 我這個是算過的 那大陸宣佈說它5個% 跟我的估計在範圍裡面 但是我要看為什麼4.9 到5.4 原因很簡單 就大陸的房地產處理的程度 到6月底的時候 有沒有績效出來 那如果有績效出來的話 那到年底之前 所有的什麼保交房啊 全部都清光的話 那明年的大陸股市反彈很可觀 會很可觀會很像 但是如果處理不好 那就再疲軟一點 繼續笑話 笑話不會啦 差不多就在這附近 已經跌破底了 我接著問 因為大陸電動車目前也很強嘛 我們看到昨天公布的也非常的驚人 全球六成對不對 然後這個Toyota 當然是一個對照組 Toyota因為沒有跟上 這個新能源車這一部分 一直到現在他們的高層還在講喔 說不要再做這個新能源車 然後豐田一月跑到這個 最近跑到巴西去投資 22億美元 當然它不但在這個國際上的銷量 其實因為日本人算是蠻喜歡用國貨的啦 這個Toyota也是這個老品牌 但是在國內的銷售量同比也減少了超過一成 這是日本 還有一個是韓國 韓國的科技領域 向來他們也蠻自豪的 像韓國的這個三星啊等等 但是最近他們有一份研究 十一個科技領域都被中國超車 那韓國媒體這兩天 對這個事件非常的關注 斗大的新聞標題 屈辱 大慘敗 震驚 為什麼這個事情 讓這個韓國媒體這麼震驚 然後另外一頭 你看到雪上加霜 韓國政府還在削減 今年度的科技研究預算 所以會輸得更慘嗎 中國什麼時候跟韓國比啊 中國一直抓著美國比 中國中南沒有要跟韓國比啊 那韓國自己想跟中國比 那就他開心就好嘛 這個研究科學發展的指標有很多啦 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 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肺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 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道機能正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肺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種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靈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肺爾時刻美好 F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go健康下單 也輸入推薦代碼 有額外的捷控